说起董青想必不用多介绍,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,作为主持人他是其中的佼佼者,从事主持工作几十年来他用自己身后的学识彻底的征服了观众。 他的主持能力更是被很多人称赞,俨然成为了全中女主持的代表人物。 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不是他,而是这位在主持能力上,不属他第一位新闻主播,虽然是卫视频道的主播,但却用短短的两月时间,就把节目做到了收视率榜单的前列。 这位有才华的女主持就是魏肖,说他的名字可能大家有些陌生。 他最早是在安徽的吴湖电视台工作,后来从三千多人的公开选拔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无锡电视台的一名新闻主播。 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将近满六十分这当节目做到了收视率榜单的前列。 工作上的认真,他在感情上也早早就开花了,他跟老公是高中同学, 一路扶持帮助最终却在了他二十五岁生日,得当天步入了了婚宁殿堂。 然而让人可惜的是,两人在结婚第二天的驾车回家过年,得归途中不幸遭遇车祸,让他就此离世,丢下了刚新婚两天的丈夫。 当时车祸发生后,他老公抱嘴已经血肉模糊,得他哭得死去活来,还没送到就已经没了气息。 发生车祸后的第二天他的同事,在新闻上播报了他的死讯,让很多观众为之感到惋惜。 如今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多年了,但他的老公至今还是单身一个人,才三十多岁的年纪就老太明显。 至今也未能从失去妻子的痛苦中走出来,据说还患上了精神失常的疾病,还带着妻子身前的照片一起爬长城游玩。 可以说是十分痴情了,无论怎样开始希望他尽早能从痛苦中走出来,过上正常的生活,祝福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